欢迎收看我们的文件有话讲 今天阿信我们又去政府做了一个请愿 口罩方现在全城都恐慌 特区政府看来还是无所作为 我们要求他今天第一件事 就是将口罩和消毒出手液 纳入去处备商品条例 你透过这个条例就有足够法律依据去打击那些炒卖 也控制市面的供应就不用恐慌 也都确保市民可以买到口罩 但政府看来都是无动于冲 没错啊 所以现在特区政府如何应对口罩方 我觉得是重中之重 马上是需要解释市民的心 让市民可以安安心心去上班 各种各样的事情 阿哥都回来了 一齐分享一下 一齐聊聊天 一齐聊聊 刚才我听到阿顶外面说 有条条例我绝对支持 但条例归条例 其实现在市民最紧张就是口罩 我今早下区看到 其实情况相当不理想 依然很多老友都排在抢口罩 那确实我们今天的请愿 也是带出了一个问题 商经稿和政府其他部门都要做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要加强防疫工作 特别现在房屋处这么多屋邨的话 如果你不做 公道说市民的人心惶惶的 当然了 现在就是疑紧不疑松 这个口罩方这个处理 我同意你所说的 其实政府现在也都没有能够令到大家很安心 一些讯息都发布 你觉得 没错 我今天早上都去了一些药房 我都看过 其实特区政府昨天公布了 有800万个 但是其实去到药房 他们完全没有收到任何讯息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 但是似乎现在这些口罩是这么短缺 究竟 究竟市民最想知道是什么时候 他真的可以买到一个口罩 这个特区政府是没有回应的 阿信 特区政府永远都是 不是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 他永远都是讲了天下无敌 最后一句是怎么做 做就无能为力 如果你说发布信息那方面 我都同意你两位说 现在的资讯是严重不足的 为什么市民今天会有这样的恐慌去抢救呢 其实某程度上 因为政府没办法安导市民的心 去有一些信息告诉大家 好像澳门那样 告诉大家 每天口罩的存货量 在不同的供应点有多少 他都可以说到 但现在特区政府是没有任何资讯发布 昨天阿哥阿信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差这种招 有人弄些假新闻来冒陷我们 就说我们今天会有什么口罩牌 结果是造成了即时的混乱 我在这里再三呼吁 这个时间用这么恶毒的手法 去做些假新闻去造谣呢 这个是绝对不负责任 我们要保留一切的追究的法律权利 但特区政府都要有足够的措施 去丢阅这些假新闻的 现在这些疫情危机的时候 有人去造谣做假新闻 制造恐慌 为什么特区政府又是无所作为 完全不考虑採取任何措施 去打击这些假资讯 假新闻呢 真是应对危机 打击那些假新闻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来的 好吗 我想我们都继续要帮大家跟进这个方法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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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